六点步棒 现在时间十三点整 快乐talk show 阿佩时间 欢迎回到这部的现场 我刚才在小睡的时间 阿佩一直跟来宾在聊 卫星座的问题 真的 明天是228 228好快一年 我记得上次为228 有邀请你来节目中聊了一次 不是要讲228 不然228 都会想要去228公园逛去 不过明天才也问 要不要再去公园走 没有明天要去卖场看 可不可以买到卫生纸 我就觉得我这边也变成这样 没有了 跟人说要去游戏 要去买卫星的电影 没有卫星座 没有了 自家就很会大 对对对 所以你说你也要回家看看 家里还有没有卫生纸 对对 因为我不会囤货 熊熊看到今天新闻 因为我一直 我觉得我算是 储便不经的人 奇怪 你还要买到卫星座 无限两三天 连我就开始 我觉得我也许要回去看一下 看一下到底卫生纸够不够 人家进户工保证买得到 所以我们再给他 我本来是做一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我们看看危机处理 这两天 在这两天看看 是不是真的完全买不到 因为我觉得 卫生纸 你囤货就算了 你会造成真的需求人买不到 那很乱坐 你知道吗 我本来本来没有卫星座 那不管你去买硅点的 小七便利商店也买不到 重点是连这个 然后你难道你真的 怎么去夹娃娃机夹吗 我觉得这太 除非当然了 这个就看免制马桶 会不会因为这一波 免制你还是要擦 没有啊 免制是没有 免制 还烘嘛 烘干 烘干浪费店 但是 对 花很长的时间 不过因为我用过对不对 当然这是题外话 其实我还是不习惯 我还是习惯用 用卫生纸 这个应该 我猜大部分的人 应该跟我们的 生活经验是一样 不过我跟大家 我就分享 阿佩因为 有一个军中的 军教片 我们的导播 他也是当军的 其实那时候有示范说 如果只有一张卫生纸 说要如何 能够擦干净 这真的很有趣 我不晓得这一支影片 我猜最近一定会被剪出来 就是只有一张卫生纸的时候 对 他准备要擦 擦屁屁 然后他就要卷人 大号完之后 大号完之后 然后最后把它捏成一个 反正很有趣 那个 那个的动作 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他就示范说 你一个人到野外 因为军队 打野外的时候 基本上 万一想上厕所 就只有一张卫生纸 他告诉你如何清理你的 亲爱的屁屁 然后很有趣 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一次 可能会被剪出来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再一个礼拜 再让民众买不到 我看 这个事情不能延绕一个礼拜 对 不可以 对 不可以 不是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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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行 不行 因为即使是 你不要说蓝绿倾向 你除了真的 需要卫生纸 你买不到的时候 其实那个愤怒 是会累积的 而且我很难想象 你看一个广播节目 或是现在的call in节目 竟然连民生必需品 最基本的卫生纸 都变成一个议题 对 我们聊了30分钟 聊了30分钟 都是卫生纸 我的天 真的 这边是背心什么事 所以难怪 那个媒体说 卫生纸之乱 OKOK 好 我们赶快来聊选举 什么时候确定要投入 永和 英和 的议员选举 我的部分是在 1月20号 然后我后来当然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约翼10M的 上 没有人不进行 没有人不进行 就是其实 我决定的很仓促 当然在这里 我刚才跟阿佩讲说 报告说 基本上不能不问苍生 问鬼神 但是基本上 当然那个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 人生的一个 经验 不过 我刚才私底下 跟阿佩做一个说明 我问他说 他有要算吗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个月来的 冷情冷暖 点点滴滴 求爷爷告奶奶 我说 选举这件事 您老师较好 的 冲吗 我觉得是因为 我做了这个决定 可是如果可能的话 台湾的选举的文化 跟选举的制度 不管对于蓝绿 我觉得你如何给新人 或真的想要做事的人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制度 跟这个方式 真的需要一个调整 否则 你们有跟民进党一样 新人可以加分吗 有 第一次选举可以加分 也是有 也是有 但是我讲真话 这个部分就实物的操作面而言 现任的优势是非常显得意见 包含我说 像我投入永和 对不对 那一边当然有对于所谓的新人的民调的一个加权的一个部分 可是就技术面而言 如果说资深的议员 他一定 譬如说 阿佩妮 我是资深的议员 你是少年 要生 要出来 那当然我会希望能够压缩你打知名度的时间 所以就游戏规则而言 假设你需要两个月让永和或是让三重的人认识你 我对于一个资深议员 我也是可以在台面上 这是很公平 我就要求说我们两个礼拜后或三个礼拜后 我是说举例 当然我不能用小人之心去度这个 所以你看说国民党这次从南到北 当然民进党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新人怎么 因为这个蓝绿皆然 就是说新人怎么去跟资深的议员去PK 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公平的一个机制去竞争 我觉得这两党应该去思考 因为其实虽然国民党的情形比民进党严重 但是你说官二代 政二代 富二代 在民进党如果以我一个观察者来讲 民进党其实有步入后就是步入国民党后城的那个味道 那怎么样让台湾比如说你说马克宏啊 澳洲的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怎么让新人有机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所以你也会觉得就是说虽然我们的民调有加分 但是你的空间是被打压的 被现任的 不要说打压 就是说基本上会被制约啦 屏东都没有人啊 所以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出来所以没有任人进党 对啊你看台南台湾老会老弟 让主席都出来讲话了 不要恶意的攻击歌兄也是啊 对没错 那老实讲就是台面上看的老会老弟 因为毕竟媒体会去追嘛 但是私下那些议员刚没老会老弟 我不信一定也是老会老弟的啊 所以你要选的那一区一定也是 说不定也是老会老弟 因为他就是 譬如说我们三个要三个只能选两个 但他当然就要想办法挤出头啊 这是真的 因为不过凭良心讲 各位听众朋友 我觉得我不是个伟大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一百分 我当然更不会是人格者 我就是一个人 可是阿贝刚才讲那个情形 我说实在话 我可以理解啦 因为人性 如果我我的意思说将心比心 我如果是一个资深的议员 在永和在三种 我不管在哪里 因为我说这个现象是 普遍存在于全台湾 我当然不希望你新人来跟我抢 所以那个游戏规则 你说会不会上 我们才会讲嘛 其实初选的阶段 党内的同志是比党外的同志 或比对手政党还可怕 譬如说我们只有同党 我才会说 我知道胡文奇 过去非常的白白啊 乌鸦或者那 或是说我做了些什么坏事 只有党内的人才会知道嘛 所以你说台南 为什么陈委员 郭信良 黄伟哲的二十个变 我是说 这些平良心讲啦 只有党内自己的好朋友 可是我觉得有一些 也是算 不一定 因为是不是事实 但不知道 我们觉得最可怕的是 那些都放尾 我懂 无中生有的 比如说你根本没有小三 他又在那传说你有小三 我身体没这么好啦 我的意思是说 你都会有意思吗 就是说 无中生有的 那个才可怕 还有就是 其实有人讲 比如说 某些 候选人 或者是想要参选人 被拍到外遇举例 大家就在猜 是不是竞选的 同一个人去讲的 不然我靠人哪也在 或者是说 这件事情很久 从来没被爆料 为什么 这次偏偏被爆出来 等等啦 我跟你讲 这个阴谋论 是最杀伤彼此感情的 所以当台阁老会 老敌的时候 即使初选 确定两个人 出来 不管是谁 你觉得还会是朋友吗 那三个人 不会再是朋友 很难 这个部分我觉得 我完全认同阿贝的说法 这也是 那你觉得这种选举姿势 好吗 可是 你没有这样 你没有这样 你到最后 大家都要算 其实可能 因为是直播嘛 我只能露出很无奈 可是这就是 人性 心内外 人性 没有没有 那你觉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说 我要算的人 通通在那天 就是在大选那一天 根本就不需要初选 当然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就社会成本的运作 一个先有一个 一个机制先去 所以说先选出来 我还是赞成啦 只是说这个机制 能不能够有一个公正公平公开 当然我承认 话讲的很简单 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可以透过设计 否则类似黄伟哲 为什么说 他会有感而发说 那以后 我们还会是同志吗 这样的同志 以后还是同志 其实他的这些 发自内心的 所以有可能 因为你刚刚就说 他是可以设计的嘛 包括民调也是可以设计的嘛 其实是可以 因为现在 甚至我们看到 最近的一些民调 譬如说 一般啦 我们说现在民调 他没做到手机了 都是做室内的 手机 不是就是那种 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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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的人 当然一方面 我觉得可能是年纪偏大啦 我对这样 没有不礼貌的意思 就是说 你手机的族群 就是说 其实整个游戏规则 我觉得以民调 现在AI的这个技术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得到 只是说 我们愿不愿意去执行 因为 凭良心讲 我才会讲嘛 这又回到人性 我如果是现任的资深议员 现行的游戏规则 对我来讲 最有利的状况下 我当然会是不希望你们去改变啦 因为游戏规则一改变 当然对我来讲风险极大 我要投资的成本 或是要投资的一些金钱 就会更多 只是说 如果真的台湾 在这样子继续下去 我觉得 因为台湾实在太小了 我觉得 我期待台湾能够有一个改变 但是这个改变当然是希望是能够是正向的 因为我觉得蓝绿面对的状况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很惨 我只能讲很惨烈 非常惨烈 我有听说啦 民调可以怎么做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好像在做民调的时候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现场听 但他是抽样听 不是全部的人都听得到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收集电话 比如说 因为他打电话的人很多嘛 其中某一个人 他可能就是会被收集 就是比如说 我叫你收集支持我的电话 然后我就可能给你100个电话号码 然后就给这个拨电话的人说 我跟你说 这100的你都卡 可能我们要卡200通 100通你都卡这个 啊另外100通你卡牌 没关系 你知道这样就会影响到他的 阿伯 这就是我说恐怖的地方 他可以操作的 其实对 你讲对了 他是可以操作的 这个直播节目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那个是真的 那是我觉得也不能说 不可说的秘密 因为事实上这个秘密 都不是秘密 这是真的 确实就是他的整个 民调的游戏规则 民调公司其实是有 呃 他是可以被操控的 对他是可以被运作的空间 对对对对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就看你力有够吗 对 你力有够是可以被操控的 光电话就好了嘛 我拿1000的电话给你 1000座的电话给你 你这500个一定要打 其他的 没关系你抽样 其他比如说你可能要打几通 就混 那你可能 比如说打了七成 都是我给你的电话 对没有错 所以可是你这样一讲 当然 当然今天这样讲开了也很好啦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冥冥之中 阿佩 我觉得 我不是法律 那我问你啦 如果真的民调被操控了啦 民调之后 你会脱党参选吗 我问了很多人会说 跟我说会脱党参选 这个问题很硬 这个问题很硬 因为心灵要看 你也是会说 我要遵照党的计刺 没有没有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 因为这个问题 阿佩不是你第一个问我 我曾经回答 我的一个老长官 很支持我的一个长官 前主席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 如果这个整个游戏规则 我可以容忍 因为我是这个圈子的嘛 我可以理解容忍 某部分的一些行政优势 就是行政既定的优势 但是如果你把整个游戏规则 玩得太过明显粗糙 我的意思说 太厚了 对不起 当然这个部分 我觉得你们就要 各位亲爱的永和的相亲 你们就要 让我有一些些思考的空间 因为我的意思说 如果整个游戏规则 就愿赌服输 除了跟人照拼照拼 你就输了 就拼不过别人 所以我曾经在讲过 就是说 如果整个游戏规则 是完全透明公开 这样做 你既不如人 你没有资格 没有那个脸去跟人家说 阿佩你 你拜托 我是少年 还是说我是新的 你给我一个机会 你没有这个机会 可是如果真的有那样 比较太过明显的部分 我觉得你就像阿佩你讲的 很多人都有说 如果这样他要脱党 像桃园不是有一个牛先生 我们国民党的 我听说他的状况 就有点这样 我并不希望党内的同志 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才说 希望这个游戏规则 能够有 是可以公开透明 是可以公开透明的 是 OK 好 所以选永和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听一听 等待这个来问 我们今天会特别来宾 好 空调为我们听到什么 要请来特别来宾 就是 这一次呢 要参加永和 国民党筹算 所以不管你是国民党 还是民政党 都可以接到电话 谢谢我 吴文琪 我蓝绿通沙 蓝绿通沙 吴文琪 OK 我们休息一下 胖必定 使用奶瓜籽 茄红素 虾红素 还有专利的血程萃取物 可可多分 一次给你所有该有的 保养成分 给男人幸福的人生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过播 0809 092 898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 上网 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 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 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 快乐联播网 要出门啊 你是还在搜索啦 我在找国务台啦 现在去新北市菜树厂 大麦厂 还是野菜 都要期待这个 你才会是 对啦 这样无关系 听面包店 饮料店 药妆美妆店 还是买3C产品 就不用够开几枚塑胶袋啊 新北购物 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 一起当个 不用塑胶制品的 不速之客 让我们的困境更好 简一袋 是一袋 快乐联播网 与您一起照顾 我们的下一代 从生完小孩 抱着上下楼梯 现在走路变得好吃 我也是啊 年纪大了 走路很不舒服 保养变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产品 让你随时更方便 卷用来自 纯净无污染的 纽西兰奇迹之辈 清口一备萃取物 现在葡萄糖胺 MSM关护乳膏 特价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台北台 新闻 政治 健康 音乐 散播欢乐 散播爱 89.3 HAPPY RADIO 欢迎回到这部的现场 空调为我们听的 中朋友邀请的 第一个来宾 就是这次要参加 国民党 在英和 英和区 这个议员的初选 胡文琪 我们仅仅是 国民党的文庄会的主委 那也是在电视上 帮国民党 竞力捍卫的 那现在呢 要投身地方选举 为什么要选永和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永和 我这次遇到的情形 当然因为 对我来讲 一个新人 我跟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 做一个率名 就是说 我会选那里 当然一定有原因 因为原本内湖难感 是我服务的区块 可是那时候 一个 一个长辈 长官跟我讲说 基本上选票跟钞票 是两件事情 因为那些公司 好像虽然设立在 内湖南港 是我服务的对象 但是他们的户籍地 不在那边 所以我如果要募款的话 基本上可以找他们募 但是你说选票的话 找他们就错了 因为他们都不是 涉及在那边 后来考量到这个部分 永和的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永和是因为 平良心讲 军工教偏多 军工教 各位听众朋友请你们 原来我 站在我的历程 军工教的现在在永和的 知识水平比较高 可以有说道理的空间 比如说 我这次就遇到一个困境 我跟阿佩说明 这真的是一个选举人 过来的心路历程 各位都知道 我比较急车 我就因为文传会出来 所以 大炮 可能有一些 大炮对 所以可能有一些 绿营的朋友 也许不太喜欢我 但是我会勿忘初衷 就是说 那时候我到永和开始 去尝试水温的时候 很多人说 对不起 他们说 他们看到了周玉寇 看到了曹长青 他们就转台 他们不看三立民事 可是各位听众朋友都知道 我是往敌人的心脏直接擦 所以我都会去参加 类似这种节目 一打五一打六 所以他们后来发现 他们说 我们不看那些 什么三立民事 反而我的知名度 在那边打不开 所以可是 只是说我认为 在永和那边 因为平良讲 军功教泛蓝比较多 不是啊 曹长青 他是算比较偏绿的 他是 对啊 那你遇到的是 他们都不看这些节目 他偏偏你 比较凶的节目 是在这些节目里面 他们都看 中天 那你比较少去看中 你比较少去上中天 因为 曹阿佩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坐下来 你每个人 都跟我想法 同样 还是 美的东西 都同样 我觉得 而且那个没挑战性 那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因为比较属于 同温层的 一个节目 那我的个性 我觉得就是 把道理说起乎来 不见得我的道理是对的 或是 我是绝对对的 但是 至少我觉得 有一些火花 譬如说 我跟 我跟徐佳青 我跟余妹妹 有一些火花交火 我觉得可以让听众朋友 从我们的彼此的 言谈间的论点 去判断说 到底 国民党 达到 还是民政党 达到 我觉得这才有意义 否则 阿佩你讲的 跟我讲的一样 就我们自己人取暖 我觉得那个没有 所以我说 这一次 我的感受很深刻 就是说 所以我说 我选择那边 是我觉得那边的 我可以跟他们讲说 我胡文奇 虽然起步比较晚 但是你说 我能不能 能说 能讲 能写 最重要能赞 然后最重要 对不起阿佩 推销一下 我觉得就说 至少这个人要正派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说我真的愿意 投身这个部分 勿忘初衷的状况下 我当然期待 永和的 蓝营的选宁 能够给我一些 譬如说 Google我的文章 Google我YouTube 上面的一些东西 看看我到底 做了哪些 好事或坏事 来决定 要不要支持我 那我觉得永和是比较能够有开发的空间 所以我最后选择的 投入了永和 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永和 老实说 军工教室很多没有错 不过都高楼大厦 老实说 你要再去 因为你如果这些 比较偏懒的 没有在看电视 没有在看这出 我们都刚讲的 那两台 要认识你的机会 真的是比较不高 所以就是 你要打进去我感觉还蛮辛苦的 很辛苦 因为真的很多大楼 不收文轩的 我了解 你连文轩都没力 现在就是说 这个东西事情就是有正反的两面 一种当然 我最近因为我起步比较晚 所以我的扛棒跟文轩 我会开始 我的爆发力一定要比较强 当然这符合我的个性 跟我的风格 他们说因为大楼 就是阿佩 我知道你也住永和 阿佩一定会支持我一下 拜托阿佩 这样我也没害他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大楼 因为他们说 不像内湖南港或其他的区块 因为它分布的很散 如果我能够拜票的话 基本上我那一栋大楼 只要能够让我走进去 基本上是很集中 我不用说 哇 周车 劳顿南北什么 五六十公里 基本上如果能让我们有突破口 基本上那一栋大楼 你就是从楼上走到楼下 或走到地下室 基本上 它也有它集中的好处 但是就是重点就是你刚才讲的 要进得去 要进得去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我也在很努力当中 当然各位听众朋友 我给大家报告 我不能说啥 但是你知道很有趣 我觉得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们就说因为我们 这不是说我们空匠好了 我们去到现场 我去参加几个泛蓝的聚会 你知道吗 各位听众朋友 真的太经典了 我没办法用手机 把那个眼神拍下来 很多就是这两个 原本蓝银支持者的眼神 都是透露出说 你这个青鸭长 你竟然真的敢来亲忙打 你知道这是 那个眼神 我觉得什么都可以骗人 我曾经讲过 眼神骗不了人 那个是扭曲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说 是说他们是某一些 艺人的支持者吗 对支持者 你来亲门打呼 对对 当然我觉得晚辈是礼貌去拜访 可是所以我说 这一次的那个过程 是很有趣的 如果我能够把它说 像我这样近身 难怪你说冷卵这样 冷卵自知啊 可是应该是说 他们做几六天 都有自己的条件 或者是说 该绑的也绑了 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也不是秘密 每个企业 今年都有1200万的分配款 一个可以分配10万 就有120个 他今年可以绑120个 团体也好 社区也好 四年可以拨多少 他们做几年可以拨多少 这个都是资源 这个不是新人来 那唯一会 大家会觉得说 好 我要改变 就是第一给新人机会 第二就是 这社区都没进步 我们这区都没进步 外星外星 是不是可以让永和 或者是让这个地方变成 更好 更繁荣 这个改变的契机 可能才会有 比较大的转变 你感觉呢 我承认是这样 所以我现在就是 当然我的文宣定调 刚才你其实很奇怪 我没跟你沟通 就你说大炮 对不对 其实那就是我的文宣的slogan 我确实是这种风格 那现在我就当然 我期待说 永和的选民 不管蓝绿 因为我就说 对我来说 就是说 不管你是哪个车 你真的要做事情 那是真真 最重要的事情 你有没有在替这个社区 或是替台湾做事 那现在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操作面的 一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 当然这不算开玩笑 我说假设我有机会当选 假设可以服务 他们说我会不会收钱 我给各位条件名 我绝对收 但是我要怎么收 你知道吗 现在我跟大家报告 因为我说 我有问过 我有跟神明报告过 譬如说 我协助某个大企业 假设行情价 比如说这个案子 八十万或什么 各位条件 我要收 但是我收了 我会成立一个基金会 这些钱 不会进我私人的 任何的口袋或基金会 就进入这个基金会 譬如他去赞助 老人的工餐 或是什么慈善 什么职务人 等于说 我也会告诉这些企业组 说你的这些钱不是给我 但是我要跟你收 因为你需要我服务 因为现在我的冷情冷暖 我跟大家分享 真的非常 他们都说 但抽算了 因为他们要压保 那我会好好努力 那这些钱将来收下来 就会进这个大水库 基本上从这边去拨 也许买卫生纸 也许买卫生纸给 所有更漂亮 社区要油热 买上的水 对对对 说这条钱 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出社会 到现在四十九岁 人有时候 我不喜欢现实的感觉 我真的不喜欢 但是如果真的到目前为止 如果要现实 我也希望把正确的 用在正确的事 就方向上面 我一定要收 我也在这里 收完以后 这些钱是用在 取之于工 用之于工 那让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到 假设说我能够当选 我做的服务 所以我一定要收钱 但是这个钱 要用在大家身上 这是我现在可能也 准备跟我们的永和乡亲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 期待能够真的做一个改变 甚至我希望这样的风格 蓝绿的候选人都学也很好 因为这些钱就用在 就可以服务给一般的民众 更多的人 对对 不要只是绑装 绑那几个特定的团体 招待他们出去旅游 招待他们 我意思说 让是不是更多弱势的人 能够得到帮助 才是真正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到时候你应该 竞选主族就会出来 不过现在就是说 在初选这个阶段怎么逃鬼 新的阶 不一定哦 你们现在英和原本是四席 这是变三席 现在目前英和的总共是 两个国民党 两个民进党 对 我是知道民进党是打算 两个就是不提名新人的 就是他们也不需要初选了 你怎么会把你收掉了 但你看我的个性 来各位 感谢你听 没啦 我就白白 我就乌鸦 我觉得就是 我其实一直觉得政治是可以有一些灰色的地带 因为水清则无语 但是该有的基本的原则是非 那个东西是要坚持的 所以应该是说当你确定你要参选的时候 一定要进行民调机制 对不对 我期待 我当然希望 他不会就说 给你直接撇掉 没有啦 我们就提名两个 干啥呢 应该不至于啦 我觉得 以国民党现在状况应该不敢啦 因为也不方便啦 只要有人出来喊声就一定要公开的 对 因为就是说这个游戏规则提名办法 已经都在中常会提名通过了嘛 应该照游戏规则走啦 只是说 后续真正跟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你刚才讲的民调这个东西 才是我们真正要去防范的啦 那否则我觉得 如果你说完全说保障现任都不给新人 那就世袭就好啦 永远都不用换了啊 但这样不是一个健康民主自由社会 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 不过刚刚讲 头鬼不是新的鬼 跟台南跟高雄市场双气不一样 掉一时 所以变成功即使过了 你还是要跟这些劲敌里面从四选三 对没错 但是只要有阿佩跟快乐电台的朋友 不分蓝绿你们支持我 阿佩可以监督我啦 因为我觉得我谢谢阿佩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各位快乐电台的朋友 如果你们真的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做给你们看 因为这些人住店吃多少 老天爷都住店 所以我还是要谢谢阿佩 所以阿佩可以监督我啦 有出生命的事情 阿佩你一桌就干嘛 一桌就干嘛 对对对对 OK好我也是住永和啦 然后跟老师长跟文琦有一些私家 我们认识的很早 你还没做国民党文庄会租屋的时钟 我们就认识了 没错 所以阿佩一听到说 哇你要去英雄算了 好好好 就给你支持一下 我很少跟朋友聊选举 我今天 而且我在空中讲 我很少跟朋友聊选举 因为参加的事情 你如果说没跟你的屁面 你知道吗 你支持那些 所以我们都不要说 我除了节目在空中会讲之外 私下其实跟朋友不聊 但是我唯一转发一个选举 就是你那个过年的拜年 我给你转发 你有感动吗 感动 阿佩谢谢 我跟大家拜年 我不是用阿佩的名义拜年 我转发你的那个拜年 而且转发所有的大群组 阿佩谢谢 我真的会珍惜 加油加油 我会好好珍惜 我会好好珍惜 OK好 所以最好 唯一支持吗 那是可以 报告各位 请唯一支持 胡文琦 我真的会勿忘初衷 我会做好我大炮的角色 替人民发声 我会好好做好我份内的工作 好OK 为什么要唯一支持 你接到电话的时候 他的问你很多问题 对 你什么都不用说 自家唯一支持胡文琦 这样吗 对 分手就比较高 较高 就是可以加权 不过反正就是 就是他不管问你 什么唯一支持胡文琦 唯一支持胡文琦 是这样吗 对 所以很多人 因为我看出人 都怕唯一支持 没错 他的用意就是说 他的加权分数就会变很高 对 就是会有一个加权 他如果问十十题 不管他问什么 你就不要管他题目唯一支持吗 其实因为现在题目 还没有完全出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重点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就是到最后 他问了说 那你支持谁 还是说 因为他现在题目 跟他整个的游戏的规则 齐程都还没出来 但是 所以时间也还没 还没 还没有 所以就要麻烦大家 我觉得 各位 其实我觉得 我跟绿莹的朋友 还蛮有 蛮有缘的啦 我就上次讲说 我还跟民进党中央党部 一起打羽毛球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其实我也觉得 有时候我也是个 很神奇的人 但是我的意思说 退台湾做的事 那我要讲吗 你说多少事 曾经主持的事情 对啊 在空间讲一下 其实文琦 为什么阿佩说很熟 这可以讲吗 可以啊 没问题 我其实觉得 现在可以讲 以前不能讲 其实我都觉得 人因为反走过 必留下 痕迹 我觉得就是 你做了些什么 大家都在看 没有关系 我其实真的 我觉得还好 OK好 阿佩这人说 刚刚有提到说 跟文琦琦认识更久 为什么呢 因为文琦以前是 快乐电台的主持人 结果人说 北国 国民党 也不是啦 你那时候的评论 主要还是 你觉得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对 我觉得这样才好 就比如说 卫生纸 我就说 我觉得即便是 马政府 就是说 米酒 我就说 所以我就这样 就是说 你是针对事情 去讨论 对 对事不对人 因为这样才能够把问题 厘清 然后你才看出真的 应爱解决的方向 那如果他做得好 我们就让他做 但他如果做不好 我们台湾人 不缺任何人 他就要留待 我觉得这样 台湾才真的会有机会 越来越好 真的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如果不够好 没关系 你不算我 就老天爷就这样 夸定了 没关系 我感觉 我这四人嘛 就住着 这样啊 所以很有趣 OK好 所以我们听见朋友 在早期啦 如果一路就是锁定 我们快乐人 抱抱的节目 说不定 其实听过文琪的节目 其实你节目 不是叫文琪啦 你那个名字 还蛮好玩的 对对对 要让我们重回忆一下吗 我那个人叫做 你叫麻吉啦 我叫麻吉啦 然后就是 阿町啊 就是流 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 熊熊还真的有点 可是我怎么印象 你那时候叫麻吉 没有 私底下的我的绰号叫麻吉 但是那时候节目中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选那一首歌 我不晓得女孩啊 我选了罗大佑的那个 那个叫 那个什么 中中央 中中央 口喝 阿甩不开心 打击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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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 反正就是 我觉得那一首歌很有feel啊 而且还是我在 那时候要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这个节目的音乐 怎么样去能够振奋人心 又能够代表台湾人 的心声 就是他用台湾人 要勇敢 要做主 那一首歌 我觉得完全表达了 我真正想要的那个feel 所以我挑了那一首歌 但是各位 我的歌声应该还不错 只是熊熊 不记得要怎么唱 阿甩你来 我才给你放那首歌 谢谢啦 OK OK 好 所以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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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不错哦 我们和音控那个节目 歌曲也很熟 大家 大家 不要 对 哦 大家不用对 对 哦 这是希望 可以振奋人心 OK 谢谢大哥 所以那有一段时间 其实 他非常本土 感觉说 为台湾好的烈党 其实主持过一段时间 我虽然是欧巴寒几 可是各位 真的你们相信我 我是生于师 长于师 我当然 那个爱台湾的心 是也不输给任何人的 而且我觉得老共 真的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小心 这个下次再谈 好好有机会 我们下次谈 就是呢 唯一 现在我们的重心 就是在选议员 所以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 可以跟胡文琪支持哦 OK 我们今天非常当下 文琪 谢谢 谢谢阿佩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谢谢 新年快乐 毛いんだ bridges 晓氫的日子 小看落花 学无的世界 举杯上月 这样的星期 这样的路 我们一起走过 希望你能爱我 到地牢 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 到海角 到天荒 就算一切从来 我也不会改变局地 我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我一定会爱你 到底就到 我一定会陪你 到海角